今天很開心,今天是開春第一天上工 不僅是工廠上工,市民、市政府的服務功能也要上工 口罩工廠才能全開,服務的機制也要全開了 所以說大家回覆上班,我們藉著這個春節團拜的機會 第一個向新民朋友拜年,拜個晚年,祝福新年快樂 第二個向市府同仁拜個年,第三個我們還要宣示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謝謝年節期間辛苦實情 犧牲跟家人團聚機會的各位市府同仁及各單位的同仁 向他們致意,另外呢,對於口罩的供應 我們剛也去了口罩工廠,發現這個產能都有開出來 然後而且,事實上這個產能是遠比我們原先預估的產能還要多 所以呢,請市民朋友們,還有各位國人同胞們 不用緊張,不用去擠,不用去搶,不用去囤積 你買這個東西,口罩又不能吃,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 政府絕對會供應充分的量給大家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那個需要,只是你想要的話 那麼開出再多的產能都不夠用 所以呢,還是鼓勵大家,這個需要的這個部分才來購製 那今天中央機關經濟部也已經邀請全國各地的口罩生產商來這個協調了 這個也就是說,我們優先供應醫療院所,還有環保相關的人員 以及警察相關的人員,他們需要的口罩量 那一般民眾,在通路裡面還是可以去買到 那至於要無限量購買的,那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這麼說 那台南,本身有好幾家口罩工廠 那我們台南是不可能沒有 沒有過供應的 這部分是要跟大家呼籲,請大家放心的 那第三,對於含害的部分 我們對農林漁木的生產 每次都要等發生災情了,才去申報 那到時候可能會以勾報灑啦 或是說,對農民造成損失 所以呢,我們這次請市府同仁以及農政機關 趕快先主動去了解農民飼養跟種植的情形 那如果到時候有,如果萬一不幸發生災害的時候 那大家去做損害的查顧,也比較有個準拒 豎必魚是 duplicate部分 hosts情舊公尼到這個靈的�� 那些快日不不幸發生 非常好 那些 Free Fire 我們需要詢問一下 趕快哈